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何润东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他出道二十几年拍摄的作品非常多 把中国历史英雄人物演了个遍 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 但演技却很自然很精湛 留下了不少经典角色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由他饰演的吕布和项羽 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很有名 因此翻拍的版本也很多 但最受大众喜爱的还是何润东饰演的版本 这与何润东的外在形象也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长期锻炼 他的身材非常好 他拥有万千少女喜爱的八块腹肌 何润东的外表看起来比较高冷 让人难以接近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超级暖心的人 也比较乐观独立 何润东的家庭条件很好 他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但在15岁之后 何润东就再没向父母要过一分钱 就连学费都是他自己打工赚来的 后来他意外进入了娱乐圈 始终踏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何润东与大S和黄晓明一起合作的泡沫之下 成功地为他收获了一众粉丝 并且这部剧也为何润东成功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 随后何润东拍摄了很多制作精良的影视剧作品 他与女星孙丽合作的电视剧《那年花开》 《月正元》更是赢得了很多观众们的夸赞 如今已经45岁的何润东 早在2016年3月就已经结婚 何润东的妻子叫做林佩希 1983年出生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圈外人 没有过硬的绅士背景 只是一个贵员 当时何润东曝光婚讯的时候 很多网友们都感到震惊 大家都觉得 何润东和川桂小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生活上应该毫无交集 能够走到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得不说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当初在事业上何润东是顺风顺水 在感情上却遭遇了诸多不顺 何润东年少时被初恋抛弃 青年时爱上孙丽 表白三次皆悲剧 我很想认识你 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出来看看电影 这是何润东打了五个小时的电话 才终于联系到的初恋 第一句话 他便约女孩出来看电影 或许是年轻帅气的何润东 也吸引了他 女孩娇羞的同意了 年少时的喜欢 便是想触碰 却又不敢 第一次约会 何润东虽然很想拉女孩的手 但却不敢 所以每次两人的手臂 有一点点接触都令何润东开心不已 可惜 少年的恋爱总是那么短暂 仅仅三个月 女孩就提出了分手 虽然何润东竭力想挽回 但女孩却不为所动 敲洒离去 或许女孩是有了更好的选择 记得何润东曾自嘲地说 如果没有分手的话 现在儿子也是小鲜肉了 可见 明星的恋爱也并不全是甜蜜 伤心的往事只是被埋藏在心里而已 没有了爱情的滋润 何润东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心情 再见之时 便是他成功踏进演艺圈的那天 1994年 何润东被导演看中 饰演电影梁柱中的挺望春 虽然他只是一个配角 但也磨练了他的演技 为他之后在演艺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8年 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个人音乐EP 梦想的开始 自此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 之后 凭借着自身优越的条件 何润东和孙丽 共同出演了电视剧《御观音》 剧中的两人扮演的是情侣 自然少不了亲密的戏份 于是19岁的他便夺走了孙丽的荧幕初吻 也是这一吻 是何润东动了情 他彻底被孙丽迷住了 两人的故事也就正式开始了 之后他们又一起合作了一米阳光 CP感十足的他们收获了不少的CP粉 可只有何润东自己清楚 他曾不止一次的向孙丽表达爱意 都被他委婉拒绝了 何润东心里清楚 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因为爱是双向奔赴的 爱也是尊重与成全 既然孙丽不喜欢自己 他便主动退回朋友的位置 默默在身旁守护 2013年他在访谈节目中被问到 合作过的七位女星最喜欢谁 他沉默半少 最后轻轻地说出了孙丽的名字 可见孙丽一直是他的白月光 渴望而不可得 这段情深埋在心中也好 自此专心拼事业变好 可随着事业蒸蒸日上的 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绯闻 他与张纳拉的互动 被媒体拍到后大肆宣扬 并传出女方陪男方 在首尔游玩一天 吃饭时还亲密地投喂食物 张纳拉专程去台湾 支持何润东新专辑 好想对你说的发布会 为他捧场 而何润东则在张纳拉 出道七周年时 亲自送了一幅画 对此外界一直怀疑 两人是恋爱关系 但他们坚称 只是非常好的朋友 之后便再无两人的绯闻传出 可见并非众人所想那般 2008年 何润东与大S合作泡沫之下时 媒体传出 男方暗恋女方 还求过婚 事后大S辟谣 两人只是朋友 后来张军命和何润东 合作真心情爱两次零食 两人情意绵绵 相谈甚欢 逐渐将戏里的爱情 谈到了戏外 但他们也随着这部剧的杀青 而再也没有下文 总之 曾经和他搭档过的女演员 多多少少都被当成了绯闻女主 但假的 终究不能成真 何润东有自己的择偶观 经历了感情的创伤之后 何润东坚信 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外表什么的都是次要 于是他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 林静怡 说来缘分也是很奇妙呀 有一次何润东在商场拍戏 恰巧遇到了当时在商场 做销售员的林佩希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但是第一次见面后 并未擦出太大的火花 某天夜里 两人再次在一家夜店相见 那晚何润东被身材高挑 笑起来甜甜的林佩希所疑惑 两人坐下来聊了很久 越聊越投机 此时林佩希还是单身 而何润东也是在自己的感情空档期 女友情狼存心一拍即合 由于二人身份迥异 还是很悬殊的 所以双方对这段感情 都是守口如瓶的态度 林佩希和何润东的情侣关系 都不被外人所知 林佩希说 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你也要能爬得上去 还要不怕高 没公开前 当绯闻风吹来时 要站得稳 不被影响 林佩希一直无怨无悔 与何润东在一起后 她干脆辞去了寿楼小姐的工作 搬去和何润东的父母一起住 以便帮助男友照顾家庭 最重要 这样隐形的日子长达九年 而让何润东认定林静怡的原因 则是 她很善良 她看到一个盲人过马路会去搀扶 对流浪小动物也很照顾 但媒体抓住 林静怡曾在台北商场当过贵姐这一点 大肆宣扬女方的不好 幸好 何润东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 一心一意爱着这个女孩 在谈了九年恋爱之后 2016年何润东终于和自己的女友修成正果 何润东在微博官宣自己结婚的消息 还得意的晒出了妻子设计的结婚手环 何润东非常宠爱自己的妻子 为了保护她的隐私 极少将她带到公众面前 倒是经常和妻子参加朋友间的聚会 两人偶尔在公众场合同框 何润东也会宣誓自己的主权 紧紧地将小娇妻护在身旁 林佩希比何润东小八岁 婚后两人一直很恩爱 公婆对林佩希非常满意 都说把这个家交给她非常放心 很巧的是 也是这一年 何润东再次与孙丽搭档 出演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元 第三次饰演情侣 不过相信这次合作 爱上林静怡的她对孙丽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 婚后林静怡在何润东的支持下 辞职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公司 何润东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代言人 现在事业上稳步上升的她 感情生活也十分甜蜜 何润东在大众面前 一直都是很男人的存在 看上去非常的绅士 她是典型的宠妻狂魔 日常生活中将家中的所有事物 安排的事无巨细 对妻子更是言听计从 宠溺之情 异于言表 虽然生活中少不了摩擦 但争吵并不代表会影响婚姻 出现问题时 老婆在自己的心中仍旧是90分 在一起解决问题后 她又变回了100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两人真的是很恩爱 前不久何润东终于晒出了与妻子的正面照 终于满足了网友的好奇心 照片中何润东的老婆 肤白貌美大长腿 而且妻子的身材和气质 也是完全不输于一线明星的 两人看起来非常的般配 真是为何润东感到开心 还记得前段时间 她单肩扛爆林静怡在沙漠拍写真的照片 更是男友力十足 约未来的他们一直幸福快乐下去 也期待何润东能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 我们拭目以待他的新作品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